哼哼你屑 谢谢Bro 18为你打江山 我们来看看这位粉丝给我们带的啥装备 六级甲 弹挂头盔 棺材包 就从他丢的这些装备来看 他的包里绝对是有大货的 来看一看究竟有啥货 上一段 去乌血一下 耳机 摔炮 一个摔炮价值6万 有个摔炮 6954 对54万 这啥玩意儿 这干好 搞这么多武器配件 还有炮弹 说明有牛蛋炮 哼哼你屑 这啥呀这是 啊 原来他在这配件是让我自己装上去的 不敢先擦个油 清醒下头脑 吐点晕呀 好活啊 我们来组组下这把维克托 爹 我来说 我来说 这把维克托 我来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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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怕拉,那個捶怎麼有剃我 维克托没有托 当无托使者来到这边的时候 就听见冷库那边传来很猛的枪声 哇打得好激烈 那怎么能缺少我这个无托使者呢 然后来到这边直接找他们 进来就发现一个躺着的玩家 好像在红卡附近 没看到这边 可能在红卡木悬吧 我们现在看一下包 被舔个金光了 怎么聊 彩木 好像在餐厅那边 来看一下 哦 他在花桥打我兄弟们 挺猛 好快的M1A 有点东西 他应该就在我正前方 直接打到我一条腿 可以啊 小伙子 没有炸死他 我这把牛头发没有炸死他 他跑得挺快的 在一线天附近 跑到往左边跑了 过去追一下 听也没 他在下面跳 估计想家里打我 那我肯定不过去 我们绕一 算了 我们先回去打个手术吧 做个手术 然后准备再去找他 武漫状态后 来这边 发现他不在这边了 哎 这个人 诶 这个时候听见 停车场拿闸了 说明 他可能跑那边去了 我们直接去找他 哎 听也没 在我右边 他朝我扔了颗雷 我向他打了发炮 但是我的炮没有炸 看来我在那边 不好打炮 距离太近了 不过没事 我还有摔炮 接下来 本来就是一番战斗了 让人看学理解 看来这个人还挺会玩的 通过扔慢雷 想踩雷打我 可惜的是 他这个雷扔得不太好 我们需要去躲 啊 自过拉整个实验室 没有出什么大货 打了些AA 舔了下 本来就是这番人有点少 还没打过瘾子 大概捡了 接近150万的物资吧 感谢大家收看 记得点赞哦 十八每晚在抖音直播 想参加打架声的 可以来直播间 下期见